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文章 認為政改討論出現很多不著邊際的爭議 亦有部分民意代表下定決心要拉到政改 曾俊華說他一直以為在政改商討過程中 一些極端意見和立場只是討價還價的談判伎倆 最後大家都願意作出合理妥協 讓香港民主向前邁步 不過近月的發展令他出乎意料 部分民意代表的表現令人懷疑 他們的極端立場並不是用來討價還價 而是已經落定決心寸步不讓 甚至有拉倒政改的準備 他認為政改討論理應著重理據 現在就不斷出現不著邊際的爭議 討論一直在繞圈 曾俊華以世貿談判做例子 成員的背景和利益差異更加巨大 但最終都可以達成協議 可以見到只要找到共同利益所在 無論是幾間巨的談判 仍然有條件化解分歧達成公式 他說如果政制的問題繼續原地踏步 將來可能出現社會不穩定 或者隨之而來對香港政治前途的各種猜測 甚至將會拖累其他方面的發展 畢業可測